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3月14号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马上来带您看到的就是中华职棒新球季开幕战 昨天在台南棒球场开打 中信兄弟最终是以10比4击败了统医师 拿下本季的首胜 而这场比赛除了统医师先发投手 古林瑞阳改写了中职史上最年轻的先发投手记录之外 比赛时间一共4小时45分钟 也刷新了中职开幕战正规九局比赛时间的记录 中华职棒32年球季 13号点燃战火 统医师派出年仅20岁又274天的古林瑞阳先发对战中信兄弟 改写中职史上最年轻的开幕战先发投手记录 虽然他首局就标出155公里诉求 不过遇到乱流 控球不稳 单局失掉三分 统医师里有战术下打 统医师在一二壘之间现在碰到被夹杀的状况 不过三壘这一分是已经回来了 统医师在二局下吹起反攻后脚 苏职杰敲出中外也安打 诗冠宇 林祖杰 林戴安延续气势 连续敲出安打 攻下三分追平 这个时候就考验三壘小子的速度 一个弹票才进首号 所以你有了 滑回了第三分 诗队投手群全场一共出现14次保送 让球队陷入苦战 尤其第八局中信兄弟詹子贤 现在满壘时选到保送 带有一分打点 徐姬鸿补上二壘打青壘 兄弟单局就冠近四分 首战七千八百人满场 总统蔡英文也出席观战支持 中场兄弟以十比四击败师队 并创下多项记录 包括双方动用13位投手 是中指史上最多 比赛时间一共四小时45分钟 也创下九局最长比赛时间记录 记者朱方志中健刚 综合报道 台湾凤梨被中国禁止后 现在也传出日本的西本贸易公司 公告下架台湾的香蕉 原因是验出了农药百克名超标六倍 对此农委会表示这只是个案 其他户柜商品都符合规定 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 未来将会提升检疫的比率 总统蔡英文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日前相继在脸书开心宣布 台湾的香蕉 芒果等四种水果 通过检验将前进日本在东京奥运登场 但在这时却传出台湾的香蕉 遭到日本西本贸易公司 验出农药超标 紧急下架 而农委会也出面证实 西本贸易公司贴出公告 强调验出的残留农药百克名达0.12ppm 已经超过容许值0.02ppm的六倍 因此决定回收 香蕉遭下架也引发国人高度关注 农委会表示大约750箱的香蕉遭到退货 这批香蕉在二月底外销日本 是又答应外销业者算自拿未符合标准的香蕉出口 未来将提升检疫比率 避免超标个案再发生 是少数的外销业者直接拿这样的一个香蕉 来出口到日本 我们已经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形而严格的要求 所有的外销业者都要依照规定来办理 而被验出的农药百克名是用来防止香蕉出现 碳菊病和黑心病的杀菌剂 避免外观有黑点焦心发黑 而回溯这批香蕉产地来自高雄西山 农委会也表示 业者验出香蕉农药超标 若有未遵守规定 将由县市政府依法进行裁处 记者传许张志佳台北报道 一起来看今天各大报的重点新闻 首先是自由时报 行政院将在本周四的院会中通过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草案 把四个人以下的微型公司纳入强制家保的范围 也增加了医疗 伤病 死亡或者失眠给付 投保薪资上限提高到七万两千八百块钱 估计将会有一千零八十七万的劳工受贿 联合报我们关心的是 瑞士联邦法院二月四号公布 将拉法业建案佣金在汪淳浦家族账户中的 二点六亿美元返还台湾 资金到现在都还没有会回台湾 主要是因为卡在当初支付这笔金额的 法国泰勒斯集团 瑞士法院也还在审酌 让这笔佣金的回台日期充满变数 苹果日报我们继续看到的是 台南市有一个靠近高铁站的预售案 昨天开放预约 参观者需要自备十万块钱的支票 当作订金才能够入场 虽然连接待中心都还没有搭 却挤进了将近有一千个人排队 急报会场 现场民众都坚称是要自住 信商表示 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多民众来买房 让工作人员的压力很大 继续关心国内新冠肺炎 昨天没有新增病例 全台湾累计确诊人数 维持在984例 另外新冠牛津AZ疫苗 在欧洲传出了30例疑似接种之后 出现血栓不良的事件 欧盟药品局建议 应该要加注警语 而由于我国采购的首批 11.7万剂AZ疫苗也即将要开打 是不是要跟进加注警语呢 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 这需要由专家来讨论 欧洲传出有30例疑似接种完 新冠牛津AZ疫苗后 出现血栓问题 到12号为止 已经有11个欧洲国家 以及亚洲的泰国 宣布暂缓施打AZ疫苗 欧盟药品局发声明强调 这支疫苗仍然安全 但是应加注可能严重过敏等警语 外界关心台湾是否跟进加注警语 贵福部长陈时中表示 这需要由专家会议来决定 还是要由我们的专家委员会来做决定 但是若有相关的一些可能的副作用 那当然在访单或是在打疫苗的时候 此外台湾与帛琉的旅游泡泡即将成行 相关检疫措施已经讨论到最后阶段 目前规划到当地需提供登机前三日内 核酸检验阴性报告 而且采团进团出方式 陈时中进一步透露 前往帛琉的旅客 如果有高风险地区旅游使者 不建议报名 甚至有旅游使者 也可能会被排除在外 陈时中表示 帛琉首发团核实成行 要看交通部相关作业 现在两边疫情相对较低 尤其帛琉至今零确诊 希望用绿色通道来确保安全 另外针对国际奥委会 将提供选手接种中国制新冠疫苗 陈时中强调 已经安排台湾选手在国内 接种第一剂疫苗 会打好才出国参赛 记者老师米朋友组台报道 由国家中医院研究所研发 可以用来治疗新冠肺炎的 中药副方清冠一号 目前在欧美国家热销 但在台湾却仍然没有办法贩售 对此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 因为台湾确诊案例比较少 所以临床研究速度也比较慢 他也期免清冠一号 能够早日取得药诊上市 就是这款由卫福部国家中医药研究所 研发出来的中药副方清冠一号 专门治疗新冠肺炎 去年十月成功外销到欧美市场 因为台湾临床试验已经证实 这个副方成分可以有效对抗新冠病毒 并抑制细胞激素风暴出现 平均用药九天就能三采印出院 也可以防止轻症患者变重症 我们最常用的是鱼心草 鱼心草的话一般来说 至少用到五千以上 他对于一些感染症症状 例如说咳嗽防射的痰 都具有很好的疗效 中医师工会表示 清冠一号是由板栏根 鱼心草等十种中药材 所组成的中药副方 也是中医师常使用的处方用药 比起西药副作用较少 目前这款中药副方在欧美国家热销 短短四个月内就创造 近三千万台币营收 但是在台湾却仍然无法贩售 陈时中强调他肯定中医师 对防范新冠肺炎的努力 也期免清冠一号 能够早日取得台湾药症 此外中医师提醒 近来网络上传 清冠一号的配方 建议民众千万不要自行抓药服用 还是要经过专业中医师进行诊断 记者Lashmi朋友组台报导 至于台铁计划推动四轮三班新制 恐怕是要变相减薪 员工每个月平均收入 可能会短小八千到一万块钱 所以台铁企业工会宜兰分会 酝酿在清明廉价期间依法休假 目前已经有上百人递出了假单 预估大约会有两百三十个人响应 清明廉价输运 恐怕是会跟着大受影响 台铁企业工会宜兰分会 不满台铁局单方面砍加班 协商没共识 却计划强推四轮三班新制 原本两轮一例隔周休 分成日夜班 但如果改成四轮三班 加班费平均恐少八千到一万 为争取权益 酝酿清明廉价 依法休假 台铁企业工会宜兰分会理事长吴俊逸 痛批交通部以及台铁局 为了节省经费 违反过去两年议约的劳资协议 强调目前已超过百人递出假单 其中包含多位的站长 票务人员列车长等 预计约两百三十人响应 届时不止宜兰站双溪站闹空城 恐间接影响 东北部二十九个车站 台铁企业工会总会理事长陈士杰表示 尊重宜兰分会联署 但希望完成请假程序 并强调目前四轮三班还没有正式启动 不建议发起行动 对此台铁很低调 不愿正面回应 但私下表示 已经对清明廉价车班 进行完整的规划 会确保列车正常行驶 完成输运工作 记者黄烈成昌维台词报道 中部地区水晴持续拉紧报 接下来水晴灯号可能会转为红灯 各地也开始墙水做准备 除了日月潭不排除码头会全部封闭之外 苗栗铜锣的龙泉山泉水 也有不少民众开车在大水桶来接水 希望多少能够储水备用 抽水马达不停运转 把泉水抽上地面 不少民众拿着水桶接水 因为目前中部面临缺水危机 民众准备要将三泉水再回家备用 苗栗县铜锣乡的龙泉山泉水 每天都有民众来提水 这里本来是长年涌泉不断 但现在水位只剩下约10公分 还得挂抽水马达才能顺利取水 全台水晴持续吃紧 中部的状况特别严重 各水库水位不断下降 日月潭目前水位也与满水位落差达到10公尺 毕竟738公尺 不只是九蛙碟巷已经全部出土 潭区的四大公油码头也已经封闭多个扶牌 如果水位持续降 日管处不排除封闭全部码头 目前包括台中 新竹 苗栗 台南 嘉义 北张等六个地区 水晴出现层灯 如果持续不降雨 水晴灯号若亮起红灯 就必须进行分区供水或是定点供水措施 台中和苗栗也已经宣布 将在15号进行公五停二抗旱演练 希望能提早因应最糟的水晴状况 记者 邱指揮王龙涛 苗栗南投组合报道 台东县池上乡大坡池风景区 池中的鱼类近五年来发现外来种的泰国里和琵琶属鱼 强势鱼种越来越多 但是移除工作也困难重重 乡公所今年继续举办钓鱼活动 希望能够消除外来鱼种 协助恢复生态 有28公顷水域面积的台东池上大坡池 近五年来发现水中外来强势鱼种的泰国里 和琵琶属鱼越来越多 池上乡公所每年都举办钓鱼外来鱼活动 不过现在钓客发现有越来越难钓的趋势 池上乡公所表示 可能是今年一月份来了一波寒流 大批的泰国里暴毙已经钓不到 但底漆的琵琶属鱼在水底活动存活得很好 由于琵琶属鱼会吃掉原生种鱼的鱼卵 造成生态危机又很难钓起来 因此今年继续办理掉除害鱼活动 每两公斤换一百元的巷内消费券 我们希望在这一两年 把大批池的水域面积也扩大 然后生态的这个也能够恢复 然后水质可以进化 张瑶澄说大批池是国家级重要湿地环境 外来种强势鱼种造成原生种鱼生存威胁 除了办活动鼓励湘民来除害 也希望各地除害鱼高手能来协助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 港澳市政府在2月5号公布大领埔千村草案之后 昨天举办了首场说明会 由市长陈其迈和经济部长王美华亲自出席 针对一瓶换一瓶 还有空污补偿费以及弱势安置等问题 陈其迈展现善意 更承诺说明会会持续召开直到达成共识为止 说明会释出大领埔千村地点周遭环境 以及未来规划愿景影片 高雄市政府2月5号公布千村草案后 首场说明会13号上午举办 由市长陈其迈和经济部长王美华亲自出席 会议一开始陈其迈率先给了强心针 强调说明会不止三场 没有共识持续沟通 不止会场内场外也坐满关心 自身权益民众 居民轮流登记提问 关注常年空污危害居民健康 以及弱势民众无地无捕捉问题 这些空气污染毁相反备要处理 因为我们这里受过了10岁空气的污染 让我们很好的身体带来拍拍 拜托一下 这条一定的我们纳日 局长有没有厌均 我觉得地方不错 不过你收到回来 可以整个蜜蜜大 你里面 很多法基督都在里面 7.5以下 不可以一批多一批 大林浦千村 攸关一万一千多户家庭的未来 也有居民担忧说明会 旷日费时 面对居民问题 陈其迈主意回应 充分展现诚意 更再三强调 千村条件绝对比红毛港 桃园航空城优厚 不过要居民前离市居地 究竟补偿条件能否获得共识 是否考验人不小 记者李船 陈森坤 高雄报道 苗栗县通宵镇的一处光电厂 位处生态高敏感地区 近年来被保育团体 列为重点观察对象 不过光电业者 以生态保育友善工法 来兴建和维护 所以今年一到二月 已经四度拍到石虎进出厂区 让在地保育人士 感到相当的行为 苗栗县通宵镇北市窝的 这处潜山区 已经架设满满的太阳能光电板 这个地点原本是石虎的棋地 因为是生态高敏感地区 保育团体一直担心会破坏生态 影响石虎的活动范围 还好光电业者 落实生态保育友善工法 让当地的野生动物 可以自在地进出光电厂活动 机密食 光电厂内所架设的红外线摄影机 清楚拍下石虎活动的影像 在今年一二月就适度拍到石虎的身影 除了石虎 也记录到白鼻心 幼欢等多种野生动物 这样的保育成果 也让当地保育人士感到相当欣慰 完全是被盗而止 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是一个绿能光电的发展 跟我们十五基地的一个维护 可以做到共存 光电厂业者表示 因为土地是公私自购 并非租赁 当然不会想要破坏 虽然以生态保育友善工法建制 光电厂成本增加约两成 但却能促成多营局面 不管是绿能 环境还是经济都能照顾到 希望这样的经验 能促进相关绿能开发与生态保育间的平衡 记者秋水王伦涛 苗栗报道 来看到阿富汗在传汽车炸弹攻击事件 西部城市赫拉特市中心的一个警察局前 十二号晚间突然有汽车炸弹引爆 而由于周边都是热闹的市集 目前已经造成了八个人死亡 还有四十七个人轻重伤 爆炸发生当时市区人潮聚集 一辆装满暴力物的货车 驶进警局后突然引爆 爆炸威力强大 摧毁了附近十四栋的平房 纵难人员紧急到场 协助被困在瓦砾堆中的伤者 包括了许多是妇女和小孩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任何组织出面 援览这起事件的责任 不过当地政府直指 是武装组织神学室涉案 不过神学室组织并没有对此发表任何的回应 美国奥勒冈州最大的城市波特兰 去年夏天种族议题延烧期间 经常发生暴动 让联邦法院等机构伤痕累累 而今年一月拜登政府上任之后 截头暴力也没有停歇的迹象 当地时间11号晚间 法院周边又有安提法的成员聚集 除了焚烧美国国旗之外 还投掷土制炸弹 至少有一名示威者遭到逮捕 跪在波特兰市政府附近的联邦法院大楼 遭到安提法抗议群众纵火 尽管火势很快被扑灭 但法院周围的街道 已经变得像战场一般 事实上类似的场面在去年夏天 也就是佛罗伊德事件后 到大选前的几个月 就在全美国各地重复上演 波特兰更有连续100多天 发生暴动的记录 由于安提法和非洲裔权力团体BLM 都旗帜鲜明支持民主党 因此在民主党完全执政的波特兰 当局采取相当容忍的态度 还要求警方不得强力枕压 然而从拜登政府就任第一天开始 安提法等团体没有收敛的迹象 两星期之前更直接冲到 波特兰的民主党办公室 砸破玻璃窗 怪电影用警方的说法指出 接下来的这个周末 波特兰很可能会有更多更激烈的暴力冲突 公事新闻徐家人辩议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期间 不少国家都把医疗资源挪用在防堵疫情上面 但也因此导致许多药营者没有办法接受治疗和追踪 像是光在美国 因为药物滥用而死亡的人数 在2019年到2020年间 已经高达了8.1万个人 写下历史新构 为在美国宾州人口约8万人的克利尔肺菌 新冠肺炎已在当地造成117人死亡 虽然疫情险峻 但49岁的维尔斯坦炎 毒品在当地造成的危害比看不见的病毒还可怕 两个小孩和丈夫都染上毒瘾 乐界的疗程因为疫情被打乱 医疗资源都被分配在对抗疫情 导致药营者的治疗被迫延后 无法定期追踪 去年全美国死于药物过量的人数创下历史新高 根据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统计 2019年到2020年间有8.1万人死于药物过量 比前期成长了20%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与鸦片类药物有关 另一项数据指出 虽然挂急诊的人数在疫情期间整体下降 唯独因为药物过量而送急诊的患者不减反增 封城禁足令和社交距离容易让人感觉到焦虑和被孤立 找不到工作庞大的经济压力下不少人依赖酒精和毒品寻求情绪出口 使得更多人重新染上毒瘾甚至服药过量 另外社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毒品取得更容易 在法国 社群平台上充斥着贩卖毒品的广告 品种 功课数和价格一目了然 只需要输入毒品暗号和数量 就会有人配送到家 几个小时过后下游毒贩开着车停在家附近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过程不到一分钟 毒品买卖走向Uber化 就像是叫外卖披萨一样简单 这也让毒品得以从都市流向乡村小镇 平均每年在法国境内流通的毒品市值可达32亿欧元 相当于一千多亿台币 法国反毒部门不敢大意 近期也加强在社群媒体上扫荡 严加取缔 试图减少毒品对社会的危害 公司新闻王本编译 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北部还有东北部天气比较凉 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阵雨 其他地区还有澎湖 金门 马祖 都是多云道勤的天气 接着我们一起来关心 今天各地更详细的天气与宝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我们明天再会